习近平将访问美国 中共领事馆一句话引发关注 日本学者表示 中共立足民进党 国会过半数 中国11月份起禁止日本仅里进口 日本出现新岛屿 随着浓烟缓缓生出海面 中京11月份出现百年来最高温 富士山顶不见雪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五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工商广告 根据网络科技公司的数据报告显示 每37秒就有一个用户受到网络犯罪的侵害 可见在当今的网络数字时代 个人信息或公司数据已经成为了网络犯罪分子的重要目标 可能您会想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又不是像马斯科一样的大名人 黑客怎么会想要我的信息呢 其实每个人 您的信用卡信息 银行账户信息 甚至是医疗记录信息 都很值钱 在暗网上都可以卖到上千元 所以无论使用公共WiFi 还是家里面的私人网络 我都会使用ExpressVPN来保护网络安全 ExpressVPN可以100%的加密我的数据 并且把流量重新的导向到安全的服务器上 任何人都无法窥探我的个人资讯和网络活动 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是ExpressVPN功能强大 但使用起来却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轻按中间的按钮 就可以连接 ExpressVPN被CNET TechRadar 福布斯等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评为No.1 如果您也想像我一样 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 现在点击视频描述栏中的链接 ExpressVPN.com-sohtv 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三个月的免费服务 好的 来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习近平下周将访问美国 参加亚太经合峰会 并且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 中共驻美国的领事馆闻风而动 收买学生帮习近平造势 但是有观察人士发现 中共中领馆居然卖主 自爆习近平的艰难处境 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组织清华校友去迎接习近平的到访 通知中说 领导人也是清华校友 本次克服万难访美 总领馆非常期待 清华校友们到场支持 总领馆用克服万难 来形容习近平访美 引发关注 事实上 拜登今年已经多次表达 希望和习近平会面 在习近平宣布 不参加9月初 在印度举办的G20峰会之后 拜登还曾表示非常失望 因此可以窥见 阻止习近平访美的诸多困难 主要不是来自白宫 时事评论人士杨宁在大纪元发文 分析说 习近平要访美 首先克服的最重要一难 应该是后门起火 他要确保反习力量 不会趁机发动政变 根据此前获得的权威消息 笃信预言的习近平非常担心政变 袁天刚 李淳峰撰写的推背图 第46项中预言 一名代工的勇士进入地宫 有观点认为 这可能是预言 在某个时间点 会有中共军人逼攻中南海 这让习近平非常恐慌 因此习近平若出访 必定在这方面进行防范 杨宁认为 这几个月来 中共中央警卫局原局长王少军 官宣病亡 中共火箭军司令 副司令等传说被调查 副司令员吴国华神秘死亡的消息 被火速删除 再到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查 这都显示习近平又一次清洗军队 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再到可能取代习近平的李克强死了之后 习近平访美的疑虑已经大大降低 虽然这样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9号的一番话 似乎会再次引起习近平的不安 希拉里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说 习近平恢复终身制 给中共体制带来挑战 从中国高层官员被解职 以及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当中 就能看到习近平终身掌权 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 希拉里说 习近平坚持恢复终身制 也导致美中关系冷淡 在中共内部出现明显分裂迹象的当下 希拉里公开挑战习近平终身制 是否会在中南海内产生影响 值得关注 习近平克服万难防美之际 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商人 正大举的离开中国 最新的消息 在华经营30年的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 已经告知客户将关闭盖洛普在中国的业务 在中国经营了18年的英国民校 德威国际学校正在洽谈出售 以中国为主的亚洲业务 外企加速撤离 势必令中共外汇储备锐减 但此时中共却靠央行印钞大放水 来支持银行、楼市、股市 结果就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国内的一篇最新自媒体文章说 长时间大水漫灌 犹如温水煮青蛙 等每个人都感觉到物价大面积上涨的时候 其实通胀早就开始了 文章说 大蒜是主要的调味品之一 因此一向是通胀的先行指标 今年10月份 全国大蒜批发均价每公斤10.48元 环比上涨55.7% 尤其是在北京 大蒜比去年的价格高一倍还要多 超市饮料贵 3元以下的饮料越来越少 麦当劳等快餐 水果甚至是迪士尼 全都在涨价 有人抱怨物价上涨 百姓收入却不涨 有人却回应说 知足吧 还有很多人工资减少了呢 甚至是失业的 经济困难导致社会不满增加 对习近平是一个难题 也被认为是习近平决定访问美国的原因之一 不过对拜习会是否能够救中国的经济 观察人士普遍持否定的态度 台湾明年1月份大选 也收到了日本朝野的关注 11月8号晚间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腾景延喜 发起一个台湾2023论坛 吸引了3000多名日本观众参加 腾景透露中共对这次台湾大选的谋划 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腾景延喜发表演讲 题为2024到2028年的噩梦剧本 腾景透露掌握的情报说 中共已经对明年1月份台湾总统大选死心了 但是会通过国民党与民众党的合作 全力阻止民进党在国会过半 这样即使赖清德当选 也很难推动经济 内政和国防等政策 这会让他在2028年寻求连任时相当的吃力 如果让亲中共的党派拿下政权 这对台湾和日本都是非常坏的事情 腾景接着说 中共已经为2028年干预台湾大选布局 蒋介石的曾孙 台北市长蒋万安是他们属意的王牌 中共希望不战而胜 这是2028年最可怕的地方 腾景长期关注台湾局势 在2019年台湾总统大选前也曾举办大型的论坛 为日本民众分析选情 今年这场论坛上的主题是台日合作 守护亚洲的自由 在场3000多名日本民众鼓掌通过平台决议文 要求日本政府制定日版的台湾关系法 并且和台湾在安全保障上进行合作与联动 全场在最后高喊 台湾加油 赖清德加油 中共从8月份开始禁止进口日本的水产品 现在又在没有提供理由的情况之下 自11月份开始禁止从日本进口锦礼 根据独卖新闻的报道 中方停止给日本新系线内特定机构更新许可证 导致日本的锦礼11月份开始无法进入中国 日本各地养殖锦礼要出口到中国之前 必须先到新系线内特定的机构接受检疫 通过之后才可以出口到中国 日本业者表示虽然要求中方更新许可 但是中方都没有回应 官方长官宋野博一9号表示 日本将继续要求中国当局更新 根据时事通信社每日新闻的报道 锦礼起源自日本新系线 已经有200年以上的历史 这些观赏鱼有些品种一条可以卖到几十万元人民币 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 2022年除金鱼之外的观赏鱼出口额为3.03亿元人民币 其中对中国就高达5800万元人民币 对中国出口的观赏鱼中锦礼占比超过一半 全日本锦礼振兴会事务局长赖找物表示 由于中国有锦礼的需求 没想过中方会突然停止更新许可 希望能够尽早的重启出口 有部分观点认为 日本与中国关系降温 可能中共把禁止锦礼的进口作为外交手段来向日本施压 时事通讯社9号记者询问中共外交部 11月份开始中方暂停了从日本进口锦礼 是否和日本排放处理水有关 发言人汪文斌答非所问的回答说 中方并没有发布暂停进口日本锦礼的有关公告和文件 在距离日本本土约1200公里 距离硫磺岛仅1公里的地方 一座新的岛屿缓缓升起 许多人罕见地目睹了整个生成的过程 日本气象厅表示 这座岛屿是在10月30号 以一次海底火山爆发后形成的 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的照片显示 这座岛屿伴随浓浓的黑烟 缓缓地从水下升起 随着浓烟的扩散 岛屿面积在持续的扩大当中 东京大学火山学教授钟田杰表示 火山爆发之后 熔岩在水下积聚了一段时间后 才终于突破水面 形成这座岛屿 目前岛屿直径约为100米 若海底的火山持续喷发 这座岛可能会变得更高大 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副教授 前野深至10月底去过现场 他告诉共同社 火山爆发期间 每隔几分钟 就会升起50多米高的烟雾和火山灰 他还目睹了巨大的岩石飞在空中 以及漂浮在海中的棕色浮石袋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相关的火山喷发 让附近的居民时不时的闻到硫磺的味道 但是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世界各地的地质学家 对于这个难得的地质器官感到兴奋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地质学教授怀特说 目前世界上许多岛屿 是由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 例如夏威夷群岛 但是那都是好几个世代前发生的事情 这次真的令我开了眼界 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些过程 日本气象厅表示 这所岛屿是一次海底火山爆发后形成的 这个罕见的地质器官震撼全球 因为能亲眼见证一片陆地的诞生 是毕生难得的机会 在立东的前一天 11月7号 东京出现了百年来 11月份最高气温记录 立东的当天 富士山山顶的积雪也罕见的全部荣光 5号到7号连续三天 富士山山顶最高气温都在摄氏零度以上 这也是自1932年有记录以来 富士山11月份首次连续三天 温度高于冰点 据日本NHK的报道 富士山山顶在10月5号观测到今年的初冠雪 不过日本的气象厅也发现 由于这几天全国气温偏高 富士山同样也飙高温 导致山顶的积雪已经融化 在立东这几天反而看不见富士山顶的积雪 另外报道也指出 不仅富士山 今年11月份日本的气温也是异常的偏高 尤其是东部最为明显 7号东京市中心的最高气温创下过去100年来 11月份最热记录达到了27.5度 欧洲比利时的渔民也感受到暖化的冲击 比利时的渔夫说 以前捕虾的最佳季节是9月份到12月份 也就是天气开始变冷的时候 现在旺季延后了 这跟气候变化可能有关 因为水域和温度已经升高 欧盟科学家警告 今年恐怕是12万年以来最热的一年 今年6月起 全球不论地表还是海面的气温都创新高 南极海冰面积连续6个月创新低 世界气象组织评估 沃尔尼诺现象还会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接下来是静怡和您分享热门视频的时间了 11月8号是中国24节期中的立冬 也就是进入冬季的开始 这几天中国多地出现了晴天打雷的事件 我们来看视频 10号的凌晨河南省焦座市温线上空电闪雷鸣 中国的网友们担心说 历春打雷 鼓堆堆 历东打雷 焚堆堆 东雷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自古天下安宁 看中原 气候方面已经给出中国人提示 接下来一年可能不是很好 再来我们昨天说到蛇刀人又出现了 他在地上写着老毛的刀又回来了 让人们文风丧胆的人整人群众斗群众的 毛泽东时期的风桥经验 这个恶魔僵尸又被中共当局寄起还魂了 那么无论是天象 预言还是中共的政策 都预示着接下来的中国人的日子不好过了 对于这一话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希望之声会员网已经开通 每个月只需要一美元 诚挚地邀请您前来支持我们 和我们一起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